马上给我开门 我知道你在家 我在网站看到你 会不会拉灯了 哎 干嘛呢 你就是春春的室友吧 我是他男朋友 你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我当时说的都是气话 你帮我开一下门 我当面解释 小语 你别开门 我不想见他 你也听到了 还是请回吧 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行行 你厉害 我走 他这是第几次纠缠你了 好多次了 前几次都到公司 换了工作事后 就要家里了 以后你要下夜班 快到家时给我发消息 回去小区能否见你 我们一起上网 小语啊 这种事一定要注意安全 知道了吗 很容易会出意外的 你放心 我室友已经回家了 小语 我到小区楼下了 现在都没人见我吗 重重还在楼下 那叫卧室里的是谁 竟然被你发现了 发消息让冲冲毁了 是第一次来我们家吗 你说什么 敢杀我 开门给我开门 开门 小语 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就跟大招一起上来了 你这是 没事 你俩来的 这不是事吗 小语吗 这花是您的 谢谢 不是说放在说话室就行了吗 那不行 客户丁主要交到你手里 大招钱你自己下楼拿了 你等着 我马上给宋伯源插进去 别啊 是我没告诉他具体地址 那你把具体地址告诉我 下次我亲自去送 再说吧 别老让你破费了 是你刚认识那个网友算吗 如果我说连认识都算不上 你信吗 小语 我是昨天在群里加你好友的 你还记得吗 有印象 我看了你帮的这样的照片 在哪儿先下交个朋友啊 先下就算了 我们还是当网友吧 然后他上午突然来电话 说要送礼物给我 你不会把地址告诉他了吧 怎么可能 我朋友圈有张小区门口拍的照片 还好他不知道具体地址 喂 小语你是吗 我是上次送货员 客户这次又有一份礼物要送 行 那我去拿 好的 我在楼下等 都说了多少次了 我们还不说 不要再送东西给我了 小语 我又没有别的意思 喂 喂 喂 你是说他一直咋办送货员来找你啊 其实我第一次就怀疑了 送货员的交通工具 主要以电动车或摩托车为主 很少有乘坐私家车送货的 所以我通过卡片上的信息 找到了花店 查询过后 确定了这家店 当天没有写上的 是新月花店吗 所以 给我送花的人 会是谁呢 哎 既然你说话 他再帮我再打听你的布置 喂 送货员 好好好 你把地址告诉我 小语我到了 找我媳妇干嘛 小语结婚了 废话 昨天刚好一直 下次找他先找我 明白吗 搞定 下次有人再来 还帮我加地址呢 表该你先发 应该彻底能把他念想断了 我外卖吃完了 去走了 你外卖单原封不动就扔掉 你也不怕有危险 一个外卖单而已 能有什么危险啊 仅仅一个外卖单 已经给我提供足够的信息了 假如我是坏人 拿到你的外卖单后 就获得了你的家庭住址 以及你的手机号后四位 然后找到你家 去0931的外卖了 对 然后就可以 有点常识好不好 现在的外卖软件 都有已私保护 外卖单上 根本没有收货地址 就算没有收货地址 我也一样能找到你家 根据外卖单上的商家信息 用外卖软件 获取商家电话 并打给商家人 喂 你好 我是伟号0931的 我的外卖没有收到 只要我表示外卖没收到 我是想你收到了 商家自然会提供 我想要的信息 然后我就可以 顺利地在用账时间 拦截外卖的外卖 没有本机卡 怎么上楼啊 整栋楼肯定不止你一户距离 你好 帮我摔下五楼 帮你拆 邻居会不会帮我刷本机卡 有道理啊 外卖单上的虚拟号码 可用时间在三小时 在此时间 我可以通过虚拟号码 让你来电梯这儿拿外卖 从你家到电梯间的距离 不够五米 这么短的距离 根本不值得你关门再开门 所以在你出门拿外卖时 我有足够的时间 偷溜进我家 然后就 这也太可怕了 那外卖应该怎么扔啊 吃完后 把外卖单扔到饭里就行了 看不到任何信息 就没问题了 看来以后真的不用大意了 你怎么又点了一份外卖 这不是我点的外卖啊 什么 我头发 你干嘛 做个保险 没必要吧 这房卡在咱们手里 我还挂了请不打扰的牌子 谁能做得来啊 那可不一定 坏人可以打电话给前台人 书记光大方卡出门 抱上你的身份证号码 就可以打开你的号码 然后 可我的身份证 从来被跟外人说过呀 是吗 那你看他们 看出什么了吗 这都看出什么呀 你看他们手里拿着小车 是景点附近买的 车牌不是本地的 一定是趁加起来咱们这玩的 这来里有没有没有 我可以通过他们的车牌号 判断出他们身份证号的前四位 身份证号前四位首饰代码 这个简单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 可以从别的地方 获取更多信息 你看他们拿着蛋糕 说明他们装备 我今天过生日了 我可以从蛋糕上面的数据 确定过生日人的年龄 等会儿 那蛋糕上也没几个年龄啊 再说了 万一有人过英里生日 英里生日可以推算吧 你看 他手腕带着生销手链 这样年龄也就知道了 接下来曲线代码 可以通过他们的口音来推测 但是现在大家出发已经不说方言了 你怎么推测啊 大家的普通话没那么标准 说话习惯中 还夹在一些方言中独有的词 听个大致的地区 再打电话给当地的朋友帮忙判断 怎么样 听出来了吗 这样身份证号的前十四位就确定了 剩下的四位 前两位是顺序号 第三位代表性别 最后一个数字通过前面的所有数据 按照特定算法计算出来 完整的身份证号 就这么到手了 厉害啊 其实刚才都是我瞎扯的 证件号很难算出来 但坏人却并不需要这么麻烦 现在网上到处都要输身份证号 坏人只需要侵入一个安保 不是很严密的APP 就可以直接获得你的信息 而且平时我们不在意的非官方登记 其实才是我们信息泄露最严重的地方 对对对 面试的时候还要我的身份证呢 知道你的身份证号码后 就可以在各个网站 获得你的出行信息 进一步掌握你的行动 头发断了 哎呀 我跟朋友约了晚上几点去看电影 但是我妈妈十年才睡 我该怎么又出去啊 那就想办法 让他们早点睡呗 这该怎么做啊 用一切手段 让他们对时间产生错觉 先把能看到的钟表时间 全部调快一个小时 可是就算把钟表调快了 那还有手机呢 手机需要逐个攻破 妈 这七点了 怎么还没做好饭呀 呦 七点了 怎么过这么快 哎 这消息怎么显示六点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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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网络不好 就会延迟收到消息 你这消息 应该是一小时前收到的 哦 是这样吗 手机时间我这里就调过 怎么还想注意时间 笨哪 要更改时区才能统一更改手机时间 我回来了 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晚 哎 我下班晚晚 嗯 不晚不晚 把往期新闻联播内容打乱 剪辑到一起 在时钟显示七点时 把提前显示好的新闻联播 投屏到电视上 一起误导时间认知 饭还没做好 新闻联播就开始播放了 好了好了 快来吃饭吧 新闻联播我已经缩短成15分钟了 哎呀 素不够 加一点五分素 缩短成十分钟 素不太好吧 今天这个会员 雨速有得快啊 哦 对了 吃完饭后我妈回来看电视剧 二十八号是六狗 六狗 为了缩短你爸六狗的时间 我们可以先带灰灰出去玩个够 让他晚上不愿意出 这才走了几步就累了 那咱回家吧 而至于电视剧的话 你妈看的电视剧 再留媒体上进全部更新完了 咱们可以把今晚要拨的那两集 减掉一半时长 再争取一半时间 怎么回事 没办法 为了说市场 只能这样 怎么回来这么快 回回今天没精神 我早上来泡酒 爸 泡到水里准备好了 盐溶解的过程会吸热 在热水中放盐能加快降温的速度 以此来缩短你爸泡酒的时间 不过这也太明显了吧 这是 哎 生活吧 来点仪式感 你没早点休息吧 我们先睡了啊 我要再吧 老陈 你睡了吗 怎么一点也不困 真奇了怪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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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都没有买个键 走 走